每一個人 一定都想擁有完美無瑕的膚質 但是每一天 每個人都有一些小小的狀況 像是長了一點小痘痘 或者是斑點突然間變明顯了 今天這個單元呢 就要仔細的為大家介紹 讓每個人都能夠在數位鏡頭前面 呈現出最無瑕的數位基底喔 好,在每天的保養完成之後 我們在隔離的步驟 首先要創造出數位的無瑕肌 我們可以選擇帶有一點點 珠光效果的妝前隔離霜 增加在我們的T字部位 記得喔 我們的用量只要一點點 還可以加強在我們的下巴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在我們的兩頰的位置 打上一點點亮澤感的妝前底霜 開始擁有了一個漂亮的光澤修飾效果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看到我避開了每個人最容易有毛孔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鼻翼外側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喔 在珠光的試底乳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妝前的修飾凝露 利用手指的溫度輕輕地按壓在我們的毛孔粗大的地方 這樣子呢 就能夠填補我們鼻翼比較明顯的毛孔 接下來我們要打上一個均勻的粉底 那在這邊呢 我要示範的是利用粉凝霜狀的底妝 來創造出一個具有中度遮瑕的一個底妝效果 好 從我們的兩頰的地方輕輕地用浩姆的弧形方式呢 再加上螺旋的動作來做一個上粉的一個效果 我們的粉底的用量 眼睛下方 鼻翼 顴骨這個三角的用量是最多的 而到了我們的兩頰的外側 通常每個人臉頰的外側 皮膚狀況都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延伸 我們多餘的粉量 來做到分布就可以了 其實在額頭的底妝 正中用的這個地方 粉量可以多一點點 接著 我們利用剩餘的魚粉 往兩邊的髮際線輕輕地漸層開來 讓整個粉底的分布呢 是由厚到薄的一個方向 這樣的粉底才會有立體感喔 接下來的步驟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我們要把臉上的斑斑點點一次清理掉 在遮瑕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稍微調一下我們的遮瑕的顏色 讓你遮瑕的顏色呢 能夠越接近粉底的顏色 越來越自然喔 好把遮瑕膏放上去 輕輕的再點一下 好這個手輕輕點壓的動作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我們不要讓遮瑕膏 太明顯的停留在我們的臉上 所以呢我們把遮瑕膏放在我們的 瑕疵部位之後 好記得手一定要輕輕地稍微讓它融合在我們的底妝裡頭 我們現在為了要讓這個遮瑕跟底妝能夠持久的定妝 我們要加上一點點蜜粉 全臉均勻地拍打 尤其針對剛剛有遮瑕的部位呢 不要有拉扯的動作 不然剛遮過瑕的位置的遮瑕膏又會跑掉囉 既然是虛擬膚質 我們當然要創造出一些驚喜感囉 我們要拿出自己的白色珠光眼影 從鼻樑的地方開始 延伸到我們的眉心 一直放色狀到我們的額頭的中央 一樣的再利用粉色的珠光 加強在我們的下巴 還有其實就是重複 太陽穴、眉尾還有顴骨上方 這些臉上最容易感光的這些高度 讓臉上隨時呈現出一個立體的虛擬光澤 像是鎖骨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虛擬出一些漂亮的光線 加上珠光的修飾 讓我們的皮膚、膚質感覺更好 另外呢,我們還可以在一個位置 加上一點點光線喔 就是我們的上唇的唇峰的周邊 如果你想讓它自然一點點 可以再用手輕輕地融合進我們的唇色跟皮膚當中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介紹的虛擬膚質妝 從我們的妝前的勢底乳 一直到亮粉的運用 大家一定要看仔細所有珠光用的位置 不要在不該用珠光的地方加了太多的珠光 反而會讓你的毛孔變粗大 甚至增量不成 反而讓你的臉上看起來浮腫喔 如果這些裸妝的示範還不能夠滿足你 你想了解更多的彩妝技巧跟風格 千萬不要錯過了小凱在今年的彩妝新作品 美顏覺醒喔 美顏覺醒喔 美顏覺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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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顏覺醒悟